我是老师 家长用活包怎么了 再说了 我打他们的是为他们好 作为老师应该教书于人 以身作则 而不是利用家长对你的信任 谋取私利 而且他们还都只是上二年级的小朋友 你居然让他们跪着上课 你于心何忍 你良心何在 你就不配为人使表 你就不配站在讲台上 那个邓老师 这就是他们家 就是那苏老师家 就欠我们 哎呦上老火了 没事 这个事既然咱们过来了 就来解决的 哎呀真是一趟一趟的 有人吗 不出来 你要干嘛呀 哎 你是苏老师是吧 他叫那苏老师 你们都认识吧 认识认识 这是两个学生的家长 这你认识吧 要干嘛呀这是 这干嘛的 这还拍什么呢 来我们拍这视频曲 这和好和对的啊 不是来 今天过来是来跟你商量协商事情的 知道吧 什么协商 协商你干的什么违法乱级的事 协商 干什么违法乱级的事 协商我跟你说一下我是谁 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我是一名法务老师 我姓邓 我现在是黄女士和刘女士的委托 特意过来跟你协商 高通事情的 老老师 来来来 你要干嘛呀啊 你们别推着他别动手 他拿来 你给我打一个你试试 你给我打一个试试啊 你给你哼的你要上天啊 我现在告诉你 没了的 我们现在全程拍摄视频 你所有的一言一行 全部给你记录在内 当今的社会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那后果你承担得了吗 他当我和手我告诉你 今天过来不是跟你们吵的 是来给你维权的 你是他丈夫是吧 为什么你的事 一会儿再跟你说 现在苏老师我来跟你说啊 你在学校干的那几件好事 你心里没有数吗 我干什么来 今天过来三件事啊 我先一点点跟你说 第一点 你对有钱的家长 阿谀奉承 对没钱的家长冷嘲热讽 干的什么事 心里应该很清楚了吧 别瞎说 我心里不会这样做的 行 你非要捅破这种窗户子 那现在我就跟你 就跟你说说 你逢年过节 节假日 你就主动向家长 学生的家长 你索要红包 有这个事吧 应该的吧 真是 那是你主动没药 你是老师 你为人师表 人家给钱多的家长 来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更可气的时候 你还根据学生家长 给你的红包程度 你还做了一个排名表 那怎么了 那排名表排的是学生的成绩 不是你收受礼物的记录 谁对我 那我现在跟你说 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 你对有钱的家长给你的这个红包 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就可以得到你的夸奖 可以干班纳部 更可笑的是你竟然帮助那些给钱多的孩子 考试的时候帮他们作弊 方便他们考了高分以后 拿过家长 家长高 又让家长给你更多的钱 没有证据来我现在跟你说 我们既然过来那是想过了心的 哎呀 麻烦我告诉你不要动手 天我第一次警告你现在 再给我动手的话 咱们就报警 那可不就是行商沟通的事了 没人没有证据下什么巴巴什么玩意 跟你说清楚了 既然过来那都是有事实和证据的 还有啊 你对于这些 给钱少的或者是不给钱家长的孩子 你动的就是打骂呀 你上课你还让人家跪着上课 你是皇帝啊 你还是要登机啊 我让他们上课 他不听话 我帮他们教育孩子怎么了 那你让孩子跪着吗 另外你拿戒指把孩子手都打肿了 这也是孩子 瞎编的吗 家长看看都怎么说的 家长没有我管啊 我小时候都这么多过来的 管那不是让你打 是让你去教育 你是老师 教育 你不是一个打手 知道吧 你还让这些学生 学生上体育课的时候 一跑跑一整节课 两年级的孩子 跑几十分钟 他有多重这儿 不得教育他吗 来来来 你们不用在这胡搅瞒 瞒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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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跟你说 你作为老师 你不想着教书育人 却干着索要红包的勾当 还用体罚学生这种残忍手段 逼惑这些家长 你失德何在 你为人失表 你良心何在 把学生当成摇钱 是完全不顾他们的死祸 你这种人啊 就不配站在讲台上 交点红包就叫 就叫道德要谴责 你知道你知道吗 就是啊 他怎么这么受态 人家是让 人家是让你为培养人家孩子 是为了让这个孩子 将来以后 对国家有建树 为社会和人民有贡献 不是送来 让你盘剥剥削的 现在你给你讲不清 那我现在给你讲讲法 当收受红包金额 累计高达六万元 并且送礼人 有明确的请托事项时 其行为可能构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惠罪 我们受惠 我受什么惠罪 给我 他们给我红包装 他们自愿的 我受什么惠罪 来 你现在呢 不用保持这副 嚣张的嘴脸 第二 我们呢会向学校领导 和纪检部门 和教育部反映情况 后果你可以想想啊 现在还可以改 明白吗 谁呀 来 你现在我媳妇后面是谁呀你啊 就你 吓不吓我你试试 是 来 那我现在再跟你说啊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了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 应当尊重 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别说你打骂体罚了 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 变相体罚 或者其他侮辱人格 侮辱尊严的行为 这个你知道吗 那叫体罚吗 跑两圈叫体罚呀 我帮他端着身体 你让你孩子跑四十多分钟去 怎么跑过呀 你让你孩子去跪着去 那多多这有什么办法呀 行了 人家孩子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你先闭嘴 你的事一会儿我再跟你说 然后我再说你这些老师啊 第一 你作为老师应该教书于人 以身作则 成为学生道德和行为的标根 用自己的言行去传递 正直善良公平的价值观 而不是像这些家长索要红包 第二 他们都只是二年级的小朋友 还是小孩 那身体还都在发育呢 居然让他们跪着上课 你良心何在啊你 你带头去孤立他们 让其他的孩子不跟这些学生玩 不仅这样你会给他们身体留下伤害 甚至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性格发展 毁掉他们原本美好的童年 你是在给孩子童年做噩梦 第三 你这个行为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班级 那会让社会对教育行业产生质疑 让家长们忧心忡忡 破坏社会对教师群体的信任 长此以往 我们的社会将难以培养出有品德 有知识的下一代 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影响整个国家 你有没有点社会见识 一个小学能讲那么多 他们家长的事问题 他们的问题 孩子为什么受体罚呀 问问这个家长呀 你行了啊 我现在跟你说 你为什么让孩子受体罚 我再跟你说第二件事 你以多种理由 多次向黄女士和刘女士借款 黄女士借给了你14万 刘女士借给了你3万 这个钱如果不借 你就在学校打骂人家孩子 进行给人孩子进行提防 人家迫于你的淫威之下 从亲戚朋友的陆陆续续 凑的14万借给你了 人家也借给你3万 你知不知道 这有可能是人家所有的积蓄 人家搭了很多的窟窿 就是因为你这个可恶的老师 人家现在把钱借给你了 现在没钱了 你还要朝人家借 你们两个孩子 是不是不想念了 你不要这种侮辱 孩子 你可以试试 你还在这儿威胁孩子 你还在这儿威胁孩子 你知道我什么事情吗 你就过来找我 就你这人皮 我告诉你 随时随地能给你扒了 那你试试 你还无法无天了 你不管你什么背景 你要讲法律 在中国 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 你明白吗 你也不用拿这话吓唬我 那法律的条文 有好几千万字 没一个字是下无你的 送你一句话 法不恶贵 省不绕区 法律是不会偏袒 任何有权有势的人 人都是平等的 法律是公平的 是正义的 我不管你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关系搬出来试试 你看看是他硬 还是法律硬 这人是跟我俩承法 没有用心的 还有你 我不管你后台时代 我的后台是国家的 我的后台是法律的 我告诉你也不用那么嚣张 今天来的说的第三件事就是你 你在学校附近 你开了一个超市 违法了吗 你开超市不违法 但是你给你媳妇伙头 让这些学生去你的店里边强制消费 每个月你让人家强制消费800块 如果消费不到 你就告诉你媳妇 让你媳妇对这些学生 在学校进行体罚言语辱骂 他在哪花钱 这就是你们两口的办的混乱事 交了800块钱 那那那当什么孩子呀 就是那你们家 你这种真人在农村 一个家庭才收获多少钱 甭管人家花多少钱 那是人家的资源行为 但是你们利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强迫孩子去你的店里消费 这就是你们 你们的良心何在 配做老师吗 就是 什么学上什么学说什么呢 你看他说这个话 现在我跟你说啊 哎呀 家长们信任你 把孩子交给你教育 你呢 却利用这种信任你们 牟取私利你们两口子 你们的良心呢 啊 你把教育的精度 变成了逐利的市场 你完全背离了 教书于人的神圣使命 少跟我说那些 你戴个眼镜 你也就是个四文败类 用钱 我现在跟你说啊 这看来你们真的是 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现在我跟你说啊 你的这种行为属于强制消费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 享有自主选择权 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听清楚了吧 怎么了 在我家里买点东西不行吗 什么自主不自主 你有证据吗 我逼你们了吗 我就是逼你们了 我告诉你 你的班有50多个学生 每一个学生每一个都可以作证 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我看你一个人诬赖你 50个孩子会诬赖你 50个家长会诬赖你吗 我继续把56个家长都找了 你可以试试 今天过来是来跟你协商沟通来了 只有两个代表 是因为你欠了人家的钱 你今天把这个钱要还给人家 我还什么还啊 现在还什么过去的钱 我借的小鞋没有钱 你借的钱 而且都是有聊天记录 有转账截图都是有证据的 这个你赖不了 你可以继续嚣张 但是你要为你的嚣张行为 付出产出的代价 以后看你们孩子在学校怎么办 就是啊 你威胁咱们你 来他们现在 你现在是不是还不知道 事情的严重后果 来我现在跟你说啊 你们刚刚的种种行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 强买强卖商品 强迫大人提供服务 或者强迫大人接受服务的 出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并出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清洁较轻的出5日以下拘留 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知道吗 是要拘留的 你是会留下暗底的 你这是你一生的污点 你洗都洗不掉 随便啊 我看看谁敢动 吓不吓唬你 你可以试试 你们可以继续保持 这份消灯的嘴脸 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所有的法律条案 所有的后果 都跟你说清楚 今天来的诉求就是 把人家黄女士和刘女士的 加起来的一共17万 你还给人家 并且 为你们做出来的 这种不到的行为 道歉 第三 对这些伤害过这些学生家长伤害过学生的自尊心道歉并且赔偿 道歉并且 道歉并且 你告诉你啊 借你们的钱没说什么时候还对不对 或者说 找什么解 你真是毁不亮 你无法无天 借钱不还你 还有理想 还困扰了你们 中国有句古话叫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而且你是以这么恶心的手段借来的钱 有借条吗 说白了 你是利用孩子 威胁这些家长借来的钱 这是为下三滥不道的 我小了说是不道的 我大了说 你这是威胁 知道吗 什么叫威胁 这是自愿借钱 是吧 谁自愿的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知不知道后面有什么 我不管你是谁 你后边有什么 你后边有狼心狗肺 你后边有丧尽天良 你后边有道不道的不仁义 你往为人事表 说一点 你可以试试啊 我告诉你 我随意随定让你下岗 你试试 我以前恐吓 我不介意再加一条 给你无法无天 给你能难的你 你是要疯啊 你是真一点不接着 你往为人事 你为人事表 你提脏的和你 我不管我 现在跟你说说 今天这个事能不能解决 你说什么 我学生家长有的是关系 我自己也有的是关系 我判你们吗 行了 如果让那些学生家长 知道他把他孩子 交给你这么一个老实手里 那些家长第一个办的是你 醒醒吧 还做梦呢 你白是做梦 刚才我说的这些诉求 能不能解决现在 解决不了 走 你们咱们直接发行件 后果你没有自己负 你等着他 激轻点 激轻了 你看着他 混蛋 你说这下怎么办呢老师 没事 不用担心啊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把相关的材料 提交给相关部门 法律会严惩他们的 为人师者要做到廉洁奉公 守住师德 别让教育蒙沉 朋友们 如果你有经济纠纷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可以随时来找我 聊一聊 鬼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